其實我自己本來就有一個小夢想 是希望可以開餐廳 可以經過這一次 有這種比較可以經營餐廳的主題 就很興奮可以來參加 想知道到底有沒有什麼 不為人知的秘辛就是在餐飲業 因為我很多朋友開餐廳 然後他們都說真的真的不要開餐廳 不要開餐廳 因為真的很辛苦 很多事情都一定要親力親為 但一直沒有機會可以接觸到 所以我覺得就是經過這一次 節目可以真的下去做 然後真的跟自己在家裡做料理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是會有很多突發狀況 有時候看的時候會覺得一切都順順 就會有很多突發需要靈機應變的東西 可能是因為我們這次主題的關係 每個人很清楚明確的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麼 比較沒有突然沒事做 或者是什麼工作會需要別人來幫忙 就是這一次剛好大家的工作都滿明確的 康哥你切 康哥默默的接下了切麵包的工作 對 而且這樣就是在眾目睽睽之下 你有在做事嗎 對對對沒有人再也沒有人誣蔑得了你 對 會有網友出來說 沒有啊上次大康哥都有做 有攝影機在拍我 有有有在拍 這樣我可以 我覺得還蠻順暢的 因為我喜歡吃泰式 自己本身很喜歡吃泰式料理 所以我就會去學一些泰式的料理啊 像是可能打拋豬啊 或者是泰式涼拌 還有中式的料理 因為我考的是中式的廚師證照 我就覺得中式的料理 算是比較有回到家的味道 所以我也很喜歡做料理給我的家人啊 或是朋友吃 因為我剛好我的工作是 要組裝那個漢堡 因為我第一次 然後也沒有就是組裝過 它大概會有八九個順序喔 只要你跌到中間發現漏了一個 你就要從頭開始 最重要的是記憶要很好 而且不能被旁人影響 因為你在做的時候 有時候旁邊跟你講一句話 你就會忘記自己做到哪裡了 沒事沒事 不要動 等一下 怎麼了怎麼了沒有鳳梨 不是沒有鳳梨 喔 沒關係沒關係 所以就會很擔心說客人拿到的 該不會是有某個東西沒有加到的 或者是順序稍微錯亂的 不希望大家就是沒有辦法完整體會它的美味 所以就會很用心的去記這幾個步驟 然後別人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也要腦子很清楚 因為你只要可能一打哈哈過 然後你回來就要好馬上回到那個那一刻 零沙是什麼星座啊 對 獅子 獅子 獅子座 天哪 天哪是什麼 我也會問你星座啊 你八月十一要生的怎麼樣 問個星座也不行 你說我又獅子座了 對啊 你昨天有問過女的幫手說 你身是什麼星座 沒有 永遠 對 有時候我覺得最難的地方應該是 要記得每一個順序 對 中間有真的不小心 有啊 因為他們最後有一個步驟 是要把煮好的砂糖霜 淋上去那個漢堡上面 那個步驟我前面太急著去做 反而好像前一兩個我忘記淋那個糖霜 但其實沒有人知道 就只有我知道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那個順序這樣 全場知道順序的只有我自己 所以什麼東西忘記 就是他們也沒辦法幫忙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訂單量就是很大的時候 真的會需要就是速度很快 那後來就比較順手了 因為其實當天是平日 但就是客人都很捧場 他們很辛苦的是他們要排隊 排隊等著我們 因為其實訂單的量真的蠻多的 然後也沒有做那麼快速 所以客人就是會等蠻長一段時間的 然後就覺得天啊大太陽下 他們就是要等很久 但我覺得最開心的事情是 我們完成了這件事之後 可以去玩水 就是有一種 好像是以前考試完的時候 壓力全部釋放了 好快 好快 那時候一賣完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越來越活力的 對 越做到後面越有活力 賣完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幫助浪浪 感謝大家 我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我們有限定時間 然後時間內想要把它賣完 然後我們的所得會 有一部分是給浪浪的 所以我就覺得蠻有意義的 這個活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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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